向来作风 言行大胆的击打州大臣 纳都斯里默默沙努西 在六周选举投票日当天 公开展示选票 涉嫌违反选举法令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证实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并会在近期内传召这名领袖问话 争议不断的沙努西 虽然对外解释 自己当天是因媒体要求拍照 才会不小心展示选票 不过警方今天证实 当局已经接获投报 开档调查这起案件 对于一些律师认为 沙努西谅票行为 其实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说法 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丁 就促请民众稍安勿躁 给予警方一些时间 他们将会传召当事人协助调查 以查明沙努西究竟有没有违规 另外在六周选举期间 警方一共接到94宗 滥用他人身份证投票的投报 拉扎鲁丁表示 其实历届选举都曾经发生过 类似事件 但这次数据与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相比 有所减少 根据通报 许兰儿情况最为棘手 达48宗 其次是宾城20宗 吉打以及登加楼各9宗 森美兰六宗吉兰丹两宗 对此 拉扎鲁丁强调 警方会依据相关投报进行调查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